欢迎来到CSS Crypto Startup School 是校园VC的区块链创投频道 每周经由Web3跟区块链的故事 跟你一道启动自己的区块链旅程 持续更新自己的认知来洞察先机 创造自己的历史 Hello 我是Kiki Hello 大家好 我是柏涵 今天的柏涵我们在对谈之下 我觉得更像一个哲学家 其实柏涵他自己怎么介绍自己呢 他认为他是创业者 艺术家 发明家 他是一个工作跟创作 生活在上海跟洛杉矶的一个Web3实验者 曾经在艺术 教育 金融 科技领域 工作 然后作品也被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馆收藏 早期的区块链研究员 投资人 具有全行业研究的视角 那他目前是个人持续致力推动科技 人工智能跟跨学科艺术结合的发展 探索建构更完整高效规范的科技艺术生态闭环 那今天其实柏涵跟我们分享他很精彩的人生 这个四个阶段 还有目前他在进行的Silicon Base Hub Studio 他作为主理人以及BCA科技艺术联合的联合创始人 同时还有一个政府联动投资的合伙人的身份 那更精彩的是听友们一定要听到 他对这整个科技人工智能跟跨学科艺术结合发展的前景 还有他手边在做的一些非常有意思而且很酷的项目 那他也会有call to action 就看看他到后来要邀请听友跟他一起做什么 那我们就开始吧 博涵你当初是学什么 就你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Hello Kiki 这边我学习主要的专业方向是学艺术 但我可以从我的四个阶段 大致的我规划的四个阶段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阶段算是千禧年之前吧 到我就是从我的家乡去北京的一个阶段 就这个阶段算是我的一个启蒙 嗯 启蒙的状态 对当时我是对像数学啊 参加过奥林匹克 然后我也对计算机在99年的时候接触了计算机嘛 嗯 然后还对游戏啊就游戏像当时接触了四款即时战略型游戏 就从什么宏景帝国星期争霸 猛龙争霸 啊就几款 对对 然后也是个玩家耶 对啊 即时战略型玩家 对游戏玩家 然后到当时也喜欢看科幻小说嘛 然后还有基于我早期喜欢独自一个人去冒险 我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就自己去坐车去一多小时去每天早晚去上学啊 然后经常去初中我就去到了北京去学画画 然后包括我的一个艺术的早期的一个启蒙 就是从我三岁的时候开始画火车啊 画所有的交通工具就伴随着我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 我一直都是在画所有的交通工具从火车汽车到自行车等等 对算是我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启蒙阶段 然后第二个阶段 对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我到北京 早上了央美附中啊 到我本科的毕业的一个 我要是积累了强化我的艺术的思维啊 和我的艺术的绘画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技能的一个积累啊 夯实基础的一个阶段 对然后当时也是呃 包括有一些就保送到央美啊 后来也进了油画系 就像我主要的专业是油画 就是画的是偏 那个阶段画的是偏现实主义的一些写实啊 写实的一些作品创作 对当时我本身的创作的方向 也是会对一些几何啊 呃对称啊 就是表现到抽象的一个过渡 然后同时也是萌芽了一些游戏啊 游戏的一些mind 当时也参加过一些音乐类的游戏的竞赛 呃比赛啊 然后创业也是从那个那个阶段的早期开始萌芽了 但当时可能想做的一些事情是跟呃教育培训啊 还有一些比较就基础的一些小型创业 因为当时我第一个是喜欢模仿就是模仿就是把一些三维的就我们眼睛对三维世界的一些认知的视觉图像的东西把它绘画同步在二维的纸上或者是一些平面上 嗯 然后我在这个就就是在复制叫就复制复形到平面的这一个技能像是在我很小时候在我脑子中就印象了 所以说我后来在画素描在画写实的一些绘画的过程中 我是很容易去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数 就我画素描很好 嗯 然后也比较严重 对 然后这其实也是符合我的一个对计算机或者数学理性的一个绘画方式的一个体现 对 然后也算是当时 当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我在02年的时候 小学四年级暑假的时候当时就买了两批书 一批书是关于数学的微积分啊什么什么里面 就他们有腔里面当时就写到了ZK技术啊 还有什么加密数字电子货币现金的一些介绍 还有黑客的一些书 对 然后还有一部分书买的是什么莫奈意象派还有等等 就当时我就是一左一右吧 可能就先选了右边的绘画 然后没有去写 对 就是没有去细看那些跟计算机相关的书 但是当时是着重去看了受西方的印象派啊 当时的一些影响 然后后来我是被一些那种 当时会被一些偏感性的色彩的一些颜色 一些shape啊所吸引 然后后来也是源于我早期去挂交通器杰工具的一些经历 然后后来就引导到我去学艺术 对 如果如果事后回看你又回到科技方面了 对吧 所以迟早还是又回来了 蛮有意思 嗯 那再下来的第三个阶段呢 嗯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我本科毕业以后开始 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吧 一个是我的就艺术认知开始从具象转为抽象 就进入到一个抽象思维啊 包括就把一些具体化的事情给它结构化 拆解化 然后开始就断就奠定我一种思考的一个基础 认知思考一个基础 然后后来到1718年 我就是我开始接触了crypto啊 接触了头就是一二级投资啊 然后当时也做交易 做交易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啊 倍数的一个结果 对 然后到18年我经历了一个事情 就是当时研究成毕业 我留校在体制内当了央美的一个老师 央美初中的一个老师 对 然后后来又经历了从体制内 私职退出 然后19年做了 就在当时中国最早期的一个NFT公司 叫BCA 科技艺术 对 然后后来在21年的时候 做了当时在北京的邮文斯 UCC Labs 策划了 就被誉为是世界上第一个NFT的线下展览 哇 我们测试了 策划的时间大概在半年前吧 20年的7月份就开始在策划了 然后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行业放花点的一个机会 就在Beeple开卖7000万美金作品之后的一周 我们展览就开幕了 然后也是引起了一些比较大的社会的影响 也被很多的媒体啊 就很多不同领域的知名的国际媒体都报道 对 然后后来到21年的尾声吧 我们也是把我们的BC科技艺术业务发展的比较多元化 包括什么交易平台啊 画廊BCGallery 还有一些这种Labs 孵化 还有包括一些收藏的专项基金啊等等 就有一个很多的一个延展 然后从21年到23年可能算是我的一个第四个阶段 也是现在的一个阶段就进入到了一个从Web3行业逐渐的去进行一个发散 包括一些跨学科呀 从去年年底很火的人工智能啊 还有跟一些智能的制造就产品回复到硬件相关 然后又最后引导到我的一个规机艺术的一个思潮的一个启蒙 就是现在的一个阶段 嗯这个硅基艺术我们待会也会谈到更详细 不过这样听起来就是你的科技当初的这个passion 还有你的艺术的passion就很自然的 好像水到渠成的融合到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比较有趣的时候是又发觉你自己也做交易啊 金融蛮有意思还当过老师 那个时候决策从体制内到体制外 那个决策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 嗯这个就是算是我个人对世界的一种好奇吧 就我这个人常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和缺点 就是好奇心过重 对就对什么事情都都想知道 就有点像小时候那个十万个为什么 总是想问问一些比较细细古怪的问题啊 一些就是天马行空的想法 对所以说就可能体制内他的东西会比较固定标准式的 然后我后来就从就有一种越被限制 或者也不能说被限制就是越被标准化 我就想越想突破这种标准 然后所以说也有一个我就从做了一个比较激进 就是前沿的一个行业就是web3的科技艺术啊 NFT相关 然后后来又从82年 我从中国直接跳到北美 在北美待了将来几年的时间去游历学习 就是认知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嗯 这样的一种 对逐渐从内向外的一个过程 嗯好啊那我们就来聊聊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还有对还有你这些经历 还有对你未来的这个看法展望的影响啊 聊聊你现在的主要的project吧 嗯哼 呃我现在做的主要的事情 一个是在做我的个人的IP嘛 但这个IP他或者是我个人的一个超级个体 或者说IPB主权个体嗯就我的主权个体里面可能能包括就我在做的艺术品的创作 就就呃我对这个世界或者新的东西的一些理解 我想把它通过一个无论是实物或NFT也好把它给呈现出来 嗯然后能带给大家一些感受或者灵感 或者有一些能跟大家交流或者一些思考 对然后一个是我作品项的 因为这也是我可能从我个人的专业 或者是我个人的经历里面大部分的percentage部分是一个artist 嗯然后就会出一些作品啊 然后做一些比较刁钻的一些方向的一些研究 对然后还有这个Silicon Biz Hub 它里面还有一些研究的方向 可能是从作品逐渐向商品产品的一个过渡嗯就是这里有一个个个人的site就是可能在之后的一个路径或者是发展的路径里面就作品和产品的这种概念或编辑会逐渐的模糊就可能你一个很好的作品它如果在比如说经历像呃 以太坊的这种721或者是615合约的加持就是呃 你升级下它可以变成很多产品嗯 或者说你的一些产品你给它就像我们现在说的limited那个edition 它就是一个作品就是我会逐渐把我的作品和产品的概念融入到我的这个studio里面 当然具体的内容可以等到我的展览或者说我的一个具体的项目对外公开的时候会公布 但主要的方向是以呃从规机文明啊或者从这个数字孪生的这些角度或者说赛博格的这些一些视角去做创作 当然这个创作的时间就是源起于就真正的起动点 源起于我在洛杉矶LA的时候就我get到了一些新的一些mind 它就就是像迎面铺来的就是铺进了我的我的大脑里 对所以我就是其实上是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吧 然后我这时候又会觉得我只做一款产品它承载不了我这么多的发散的逻辑 所以说我会有一个工作室的或者是artist的这么样一个身份去向别人去做一些诠释 嗯这个我们在后续这个前景还有你的目前正在进行项目 或许可以更清晰的听到更多一点啊 所以这个是silicon-based hub 它这个hub是一个实体的hub吗 还是一个虚拟的概念 嗯这个就它可虚可实吧 它也有实体的 它有虚拟的就是 虚拟的它可以理解为hub 是一个platform 嗯 是个很多接收器啊 汇集在在这儿的一个枢纽嘛 嗯 它会很多这样的mind过来 那实体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类似于studio啊 它这个studio 它可能在说 它有现在有实体的地方在上海 那之后我们可能在香港 还有在洛杉矶也有我的一个studio 嗯 就它是一个可以去真正在里面去延展我们想象力的一个地方 它可以把想象力具体的转化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东西 一个实物 然后它的实物它也在区块链网络里面有它的一个身份 它也有它在区块链网络里面可以延展一些关系 它的一些就是可动态化的一些后续 对 了解 其实我也在我也有一个we hub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在线上 但是有一个hub的时候 像昨天我们就一起有红酒 有人聊聊那个催眠 哈哈 就是一个实体社交的一个小场地啊 蛮有意思 有个小挥手 也期待到后来你的这个在上海的hub起来看看 可以去大家一起聚聚会 所以这个hub既是虚拟也是实体啊 另外你提到你是BCA科技艺术联合创始人 这个好像很早就开始了是吧 对这个最早的这个做BCA科技艺术的这个初衷的那个时间点 大概在18年的年底吧 当时算是熊市上一轮熊市最黑暗的时刻 那个时候 对就真正意义上的熊市就3000左右的比特币啊 然后很多人都矿工都离场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在找自己的方向 后来在19年的年中 就差不多是4年前的这个时间点 我做了发起了这个叫BCA 对然后我们就从经历了几个阶段吧 从早期的BCA的studio就专门产生一些关于BTC原教组的一些艺术创作到 当时也参加了20年的减半的在北就是当时在国内有一个很大的活动 当时也有很多Crypto的OG都在早期的OG都都是我们都参与那场那个算是那场拍卖啊 后来逐渐就发展到我们有做过不同类型的方向上的 我们有自己的平台性产品啊 我们也有我们的Gallery的产品 然后也在21年我们做了就是当时刚才说的UCC那场 NFT的展览 当时也是邀请到了就Beeple啊 就跟他是跟Beeple聊过戒战 还有很多什么First Supper啊 还有很多国内的一些比较在Crypto研究比较前沿的那些Artists 对都参与了那场展览 然后后来就逐渐我们又从Gallery向全球的各种的艺博会啊 不同类型的活动 NFTNIC啊NFTLA等等就是把中国的数字艺术的创作者向全球啊 向整个的生态里面去抒发我们的声音 对然后也是呈现了一个在WebSend的一个世界里面呈现了一个相对艺术标准 会比较高的一个展览对然后一直到22年的年底 我们最后一个节点是新加坡2049 当时也跟OKX办了一场就Snoop Dog的NFT的Collection 加就我们亚洲就我们自己平台就有合作的一些艺术家的展览 就是当然我们前年后后的展览总共办了有策展 办了将近有70多场吧跟CryptoNFT相关的 所以这是一个策展公司吗它主要还是 很多行业内的人会觉得BC是一个策展公司 当然我们有更多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platform 我们把好的加密艺术NFT艺术 艺术家和作品呈现给更好的行业的朋友们观众啊 或者是从业者吧就让他们能看到这个行业里面 不简简单单只有什么DeFi ZK啊这些 我们还有更多跟文化文明相关的一些内容 对 如果他不做活动的时候他在做什么 那不做活动因为我们也发过几期就是艺术家的就是我们自己代理过的艺术家的一些 啊 NFT 对 然后也是在香港啊和海外去发 对 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在洛杉矶和硅谷也都有我们合作的空间 嗯 因为像现在也有一个趋势就是大陆的艺术家 因为像大陆的艺术家就做的好作品的艺术家很多 嗯 然后他们需要一个自己能发声的舞台 然后我们会把他们带到一些科技艺术文明比较 发展的比较前沿的一些地方 包括或者是聚焦比较多的地方 包括就像香港啊 Miami啊等等 就包括纽约我们也当时在NFT去年YC我们也做了一场展览 对 然后当然还有就我们有Labs也会做一些就是跟NFT相关的一些插件啊应用啊 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有些探索性的NFT的观念性的项目 对 好像是一个全方位的Lab啊听起来更像啊 对对最早还21年我们也做过一些跟品牌的复化合作 包括当时在21年的年底跨年的时候也在上海做了那个跟当时最火的那个Club叫Acoma 当时我们做了Club 对对Acoma的一个联名的七天的一个活动 然后还有什么跟曹博会的合作也当时算是我们最早把BAYC带到上海带到中国的一个展览 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吧 还有跟什么一些时尚杂志的合作 然后但后来就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侧重点就是主要是 有一个幅画一些好的长期会坚持做艺术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 把他们就像带到刚才我们能处集到的 那么多的触角对 你怎么去发展这些全球触角的大家都很好奇 一个是因为就我自己可能在艺术圈里面待了很久了吧 对我对这些就是艺术方面的触角或者说我会很早就在介入到这个体系和Circle圈子里面 还有就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去探索一些有意思的这种地方吧 就比如说在洛杉矶当时我们也参加了一个在山上面的一个FWB的一个活动 那个活动就是很很理想化的一个很就是那样的一个氛围 就进去以后门票进去以后 你他会跟所有之前的web3大会都不太一样 对他里面是会崇尚艺术崇尚你的思潮崇尚你的personality等等 他会像木头帮的一个web3大会 对就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会去发掘吧 然后包括之后我们也会想在Berniman去实现我们的一些项目和想法 要跑到Berniman那都要实体去了是吧 因为在那里沙漠里头每个人要在帐篷里头 对房车里面因为Berniman就因为我特别喜欢沙漠 对我觉得沙漠是一个能给人不一样感受 它更能让人感知地球的力量的一个场面 就感受大地力量的一个场面 你真的是你躺在沙漠上的时候你会感觉 我背靠着大地然后晚上一眼看的银河星空 就是感觉好像宇宙和地球之间只隔着一道五 对就这个感受是对 你真的是很好奇 其实我四月上半也在在约旦的Petra 就是所有星际大战啊 所有那个这些电影拍摄的地方 真的是一个山谷也是个沙漠 特别有意思 当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啊 就就只有沙漠跟人在里头 还蛮有意思 嗯 对对 我猜Burning Man会很热闹 Burning Man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真的是包括早期硅谷的那些大的创始人 就像Larry Page 都去过 对啊 都去过 对 因为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会人人类会被抛弃掉所有的各种title 所有人都是平等 所以你真的能跟有一些很amazing的 就是一些社交结果吧 或者是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很意外的 很extra的一些这种可能性的碰壮会在那里发生 而且那里也是真正的是尊重创造力的一个场域 哦 你是打算要做什么啊 都可以扎喝一声 然后大家就一起报那一期的 因为在我的那个计划里面 就因为我就是因为他Burning Man他更像是一个 因为很多Burning Man的就要过去的 你一定要是会准备一些BlingBling发亮的东西嘛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 对 因为这个会跟我的studio的一些项目会有关系 嗯 好哦好哦 就是众浦联动投资的合伙人 对 就这个角色我觉得他 因为他虽然不是我的主业啊 他算是我的一个 就是我很早参与过 但他也给了我很多的 一些不同视角的一些经验的补充 就是明天我在加入中复 就当时作为一个投资合伙人 我们早期经历了 从17年的ICO啊 到矿场的早期的布局投资 到后来的二级交易啊 还有后来19到Define Summer 到20的NFT啊 就是会从一个VC 或者投资人的视角去看项目 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时行业里面有个倒挂的一个说法 就是投资人去做项目 然后项目方式做投资人 就有这样的一个 对 行业倒挂的一个补充 身份的一个视角 会让你做眼前的事情能思考的更全面 对 然后像这又跟就是 呃艺术家的一个做作品到 藏家看艺术家买东西的一个视角的 这个这种啊 的话补充是很相似的 对 当然这个这段经历 他还给了我一些就是说 一些金融常识的一些补充吧 就比如说看投资人看项目 你需要去了解这个行业的一些 基本的底层的前层 底层的逻辑 你需要去从整个大行业的视角 比如说从 比如说就像crypto项目 他们一般或者web3项目 他们去跟投资人去peach的时候 他会说啊我要对标的是web2的yelp 还是我要去对标是web2的那个docusign 就是我要去 我要去介绍我自己 或者说我要去看项目的时候啊 我看他的什么TVL等等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 因为这些数据他总能在一些特殊的时候 关键的时候给到我一些 给到你一些支撑 所以这些web3本身就是一个数据 数据算法 主权 主控的一个行业 所以这些东西它也很重要 因为我之前的经历可能 如果只是学艺术的话 我对上面的一些信息掌握会比较缺失 所以这个这段经历上也是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哇听起来蛮有意思 你是说倒挂是吧 投资人做项目做项目去做投资人 听起来有点像现在的venture studio 好像大家觉得哎 要要听有要参与啊不晓得啊 那其实我原来跟你讲话很艺术家 只有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 觉得你又变成不一样的一个超级个体啊 所以我就想要好好的跟你聊聊也可以聊聊 我们刚说啊这个你对这科技人工智能 跟跨界艺术结合的发展跟前景啊 然后也有一些反思对吧 听起来就是你一边做一边想一边在创造 对 嗯因为这边的就我能可能延展的点会很多吧 但就像接着刚才的说就是 每当别人问我我是做什么时候 就我会给他一个就我原来我会给他一个结果是吧 我现在是做创业者啊投资人还是主角 但现在我我的一个观点是 我会把他这些所有的身份 或者是我在做的事情 他存放在一个我的空间内 就是只要在我的这个空间内 我能触及到的都是我 而不是说我只是一个artist 或者说我不是单纯的一个artist 就是我就是一个场于那多元的一个 你这么一个状态 so that is that is me 然后说到就可能现在我在研究的一些方向吧 或者一些反思就是第一个我会比较 我觉得比较special就是或者是我个人看到的一个方向的点 就是叫科技的就科技从显示层面吧 就从光电行业就在中国叫光电行业 就是digital的呈现 或者说所有的我们所看到的拟像的结果 对就是都是从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 从screen里面看到的一切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电脑里手机的文字啊 然后所有的PFP的形象啊 所有看到的电影啊 就是电影电脑里面看到的电影 它都是用影像的一个结果 就他们是通过特别微小的LED的灯珠 或者是液晶屏 或者说什么光子屏幕 还是说像最早的CRT的显示器的那个纯屏 他们通过不同的科技技术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对但我们希望对这个所看见的东西 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状态啊 并没有去从它的本质上去思考 对 然后就可能会我们把它默认为是我们跟看到事物的本相 就是趋同在一起了 对 这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 或者说我的工作室正在做的这个方面的一些research 对就是他从他而且他也会跟现在的科技就是他本身是从半导体啊 到电路板到然后经过一些特殊的上游的技术 包括什么巨量转移或者是封装技术最后形成 还是叶晶屏的整体的背板的叠加 然后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一些现实性结果的东西 然后这个里面的呈现会跟我的艺术的一个经历就是 我早期是画油画的 我会很注重油画的材质的质感 油画的在什么媒介上的绘画 就是因为油画它本身就是在 就是油画它会跟我们电脑显示的时候 显示内容形象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方式叫做 有点也叫拟像 只不过油画的你像是通过我们人类绘画的技法 我们在掌握了一套绘画技法以后 把三维世界的一个东西通过一个特别精妙的片树 把它呈现在了一个二维的屏面上 无论是什么样的材质的屏面 那墙上电脑屏幕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同样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最早也能源起到我在央美研究生毕业创作的那件作品 就我当时那件作品做的就是实物屏幕画 屏幕实物画的这种双趋向的质感 就是我会把实物的作品画的特别像屏幕的一个质感 把屏幕里面的内容特别做的像实物油画或者是屏息的一个绘画质感 就当时就是那件作品被美装美食馆收藏 然后当时我觉得成功的一个 就是我自己心里面觉得内心满足的一个状态是 就是很多来观看我作品的人 他们会觉得你这个是挂了两块屏幕 然后你这个他们还有些人会说你这个挂了是两张绘画 他们会有这种试错觉 像这就是我觉得我的一个实验结果达到了 所以现在我的一个具体的工作室的研究方向 就是会从科技从显示和艺术层面去发展到很多件我的不同系列的作品 这个系列作品包括我的架上 包括我的装置雕塑 包括我对显示 对游戏 对一些超画时代科技的一些延展 就这些都是我作品的一些线 对然后但我就因为时间我就不展开展开讲之后 大家可以通过我的作品的一个展览 或者是我的一些项目的推送的介绍可以去看到 对 就是啊 reminds me 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你觉得大家对这个屏幕就是screen的重视啊 还还可以很多的发掘 它跟本相之间的关系 你觉得在很多web2的这个关系运用上都更贴近人群跟人性 可是在web3的community好像有很多可以发掘 你刚我原先你说的我们现在有个reverse path 就是虚拟化到实物 然后进到nft的时候 又把我们原先的实物变虚拟再返回来啊 我我听你这个这个央美收藏作品才比较理解你 你刚刚在说这个reverse path具体呈现 哦 哦 对对这个是呃 我的一个现在也是一个我的思考吧 对就是因为现在也不是现在就是过去到现在很多人 他们都会去想啊怎么样去就一直会说nft nft啊 实物nft化 因为nft它是个虚拟的东西嘛 对它代表的是一些各种抽象的digital的东西 对然后大家只会就大家会把很多现实世界的东西的维度呃 或者是一些关系给它放在一个虚拟的东西里面啊 但其实上嗯 就是我们如果从nft的本体的视角来看的话啊 啊我们其实上要从nft的东西把虚拟的东西实物化啊 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从两个维度相互跳脱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 对就是怎么样 因为nft它代表的是一种关系 代表的是一些不同的节点的一些联系 或者代表一种身份属性 怎么样把它反过来从虚拟的世界里面给它拽出来 拽成一个实物的体现 对然后正常这些实物的体现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跳脱 就从屏幕里面跳脱出来啊 很多人会去目前大家都能想到的是比如说衍生品 所有的衣服啊啊帽子什么水杯啊等等啊 什么是我们就是传统的服饰啊 这些相关的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滤镜啊等等的 对但其实甚至于到挂无聊员的招牌的酒吧跟咖啡馆 就把食物划到底了对啊 对就它他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固态的nft的衍生的一个点 对但是我们要从nft的最基础的结构的诞生的角度上去想 因为nft它本身是诞生于归基世界里的 对啊它是通过coding啊 它是通过coding给了它一个身份 然后通过那个无聊人的画师 在iPad上面或者数位板上面画画 给了它一个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然后它都是通过就是比如说PS还是说画图软件 它们都是coding就是反映出来的一个拟像的结果 对它将最原本的最真的nft的呈现 它是源于屏幕 源于所有的芯片的计算啊 算法出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思考的一些点就是 nft它究竟它的实物bar 或者说它跳到我们现实世界里 它们还可以有一些可能性 就是它们在它们到不同屏幕里面 它们是一个旅行 它们会像一种游历 它们到不同的每一个屏幕都是一个节点 比如说世界上所有人都去看 Steven Curry的那个猴子的时候 它那个猴子就出现在了比如说全球 1000万个iPhone上面 或者它通过Twitter的那个platform 让这么多人都看到它那个形象 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的一个国际 然后这就能衍生到 就我们在22年的年初的时候 BCA Labs当时做了一个项目叫Point 就Point它就一句话可以理解为 就是它是一个展示nft的nft 它是可以帮助 继续继续继续 对很有意思 一个nft然后去展示nft 对它是可以帮你的nft 就是我们就像从刚才那个思考的 那个那条线上面去延展 就是你的nft可以被有目的性的 或者是你在加入主观能动性的去展示 在不同的地方 千万我们人在这个里面 相当于做了很多的工作 帮助了不同的nft 在不同的地方展示了 当然这个相当于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传媒公司 然后但这个传媒它定义的是一个在多元宇宙里的一个有主动性的一个屏幕 它而不是限于一个现实世界或者是不局限于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单一屏幕 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屏幕 对它简单的结为那个项目就可以说像sandbox上面的那个你买了一块地你可以把你的logo放上去啊 也很像最早那个005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web2的一个放广告台的一个项目 对但只不过现在我们是把这个东西point 把这个理念更加的web3化 更加的就是把权利的去中心化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去实现这个概念 对 其实我们刚刚在聊这个时候就才发觉说screen屏幕对你来说你觉得很重要 因为它是刚刚我们这个作为NFT展现被人类认知跟接受能够提供界面的 因为你刚刚说是NFT是一个归机体产生的结果嘛 经由这些供链哈希值 然后成为代码又为NFT的认证跟流动有保障 而屏幕是NFT作为被展现被人类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认知的一个重要媒介啊 其实你本身也提到有在进行说这个NFT在多重的萤幕 你把每个萤幕叫节点对吧 中间去产生的一些项目 所以那段时间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游历体验 这段时间实际上它给了我一个就是对我的认知吧 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改变和冲击 确实就这边可以分几个点去讲 一个是包括我对跨学科的这种学习吧 对因为确实在硅谷那边或整个加州 它是一个就是能容纳承载想象力的地方 就像当时我去过很多的那边的一些活动 包括不同类型的跨学科的活动 包括技术TAC类型的CES 还有什么艺术 就艺术都分不同类型的艺术 什么当代艺术 接口艺术 插画 还有就等等电影还有包括Adobe和Figma 当时还做了一本很大的大会 就是整个加州它给人的一个状态就是 That's amazing things happen的一个地方 然后又到硅谷又看了Computer History Museum 然后就给到了一些很多的mind 或者是它是一个很适合就brainstalled stone的地方 然后当时就一个是做了当时的一个项目 那个项目是关于就有点像叫多元宇宙的一个location based的一个评测项目网页系统 对它有点像就是这个时候比如说去研究Alon Musk 或Sam Altman 他们早期的做的第一个创业项目都是关于location based 像Zip2是关于把所有的企业公司的信息做到一个web1的网络里面 然后Sam Altman做的项目它是一个可以向对方发送自己的location的一个APP 但可惜后来就是他们都是没有做到现在的或者是被收购卖掉 当然就是我在就我一开始并没有在那边有这种 我也不知道他们做的东西是这样的 但后来我就研究 我发现哇我就我的这个location based的多元宇宙的项目 它是为所有的web3的地址去他们的NFT去承载他们有利节点的一个platform 就是可以理解为你的platform 你的NFT它的history 或者说它的NFT的每个NFT的过去过往 它可以在NFT它现在可以游历在不同的宇宙里面 它可以在比如说decentral land 或者说在可能联盟lian的一个宇宙 还是说它又回到了NFT NYC 它又去了什么波哥达 波哥达会又去了黑社 就是他们可以 就这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哈希的一个身份的一个NFT 它是可以在超越物理空间的一个有更多的可能性的一个有利的一个结果 对 所以这是我在那边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项目 然后现在项目大概的阶段也到了 就已经我们第一阶段已经开发完了 对 然后后来在年底的时候经历了FTX的 经历了FTX爆雷 然后我们当时就融资就后来搁置了一段时间 然后对 但现在项目依旧还在 然后也可以去使用 但还是属于一个内测的阶段 然后布局在包里面上 对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去来测试一下 反正就是加州 对对它就是这样 因为包括像最早的什么TLiam 就那个分布置网络布局那个系统 还有像那个就什么Snapchat 嗯 他们在美国的一个使用场景 就使用的受欢迎度都是很大的 对 当然这只是说这样的一个location based的项目 对 我想说的是整个的加州的vibe 就包括硅谷那边的整个Sunnywell那条VC的街 从然后到NASA 然后到那个Mountville 到Kalato等等 就他们诞生了整个的轨迹文明 或者说计算机历史 或者是所有的科技公链的这样的一个气场那样的一个地方 对它就是就是我感觉那边空气或者弥漫的这样的一些味道吧 然后到洛杉矶就是它就是一个承载你文化文明想象力的一个地方 因为像Elon Musk他的最早的Tesla 还有SpaceX的最早的总部都是在洛杉矶旁边那些小的city 然后就是那样的那种工厂 就他们洛杉矶那种工厂 他们洛杉矶是有整个大洛杉矶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工厂构成 然后工厂里面都装了比如说像最早的Rific 那个第一个进摩马的NFT的Artex等等 就是然后又被像洛杉矶又被誉为NFT的摇篮 然后因为就像洛杉矶它承载的是什么 就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图片是美国不同的一个代表 洛杉矶它的代表是像TikTok Instagram 所以它又是KOL的一个代表 对然后它又是美国八大那个影视制片公司的聚集地 所以它那边承载了数字艺术音乐 就音乐又是在那边很多很强的一个presenting 然后就就它又是航空业工业的硬件业的IoT相关 就是那是一个极其多元化的一个这种弥漫的这样一个气息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地方它真的就是能孕育出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对所以这也是我在那边就是可能就从到看到那个PayPal 那个他们被誉为硅谷黑帮的那个到硅谷的一个发展所辐射出来的软硬件层面 到逐渐到洛杉矶一个就集结了文化科技的一个最终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对可能这块说的稍微有一点点乱 当然当然又我们在分析洛杉矶那边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又离Vegas又很近 Vegas对对对 因为Vegas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它是赌博业什么 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能在特殊的行业发展的很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Vegas也是常举行CES的所在地啊 对CES嘛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大会啊 然后聚集 然后又从我的工作室的视角它又是一个叫目前可能粗浅的判断 它是可能是目前是LED屏幕占城市表面积比覆盖率最高的一个城市 对就因为这个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Vegas它整个城市它就基本上就是酒店 全是大酒店 然后一些这种细菌 各菌 然后他们所有的城市的酒店的表面积上面全覆盖了LED屏幕 经常一块LED屏幕可能就是一两百米乘以大几十米 对 然后去显示一些广告啊一些 就这里它会更能游荡更能承载一些Digital的这种 asset的存在或者是发生和游荡 对 真的好有意思啊 你从艺术家的角度看这些地方啊 其实你这个地方我也常去 可是从你的角度来听又特别的不一样啊 哈哈哈 你看到它的那个文化跟历史啊 对 嗯 对就这边又会想到我当时就是我在去年NFT NYC的时候嘛 就纽约时代广场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啊 所以这也是我之后要做的一个作品 就我先说我的感受是 我当时在NFT NYC零点就是在纽约时代广场 当时我夜里面去大概凌晨两三点 像是当时很危险 街面就街头上有很多一些就homeless 他们会很危险 但我当时就在那看嘛 因为没有了退去了人以后 整个的时代广场所有的屏幕都是巨量 然后没有人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你 就我仿佛看到了一些这种 就他们屏幕里面的一些元素形象 他们似乎在对话 他们像有灵魂的一样在进行相互的沟通 对那就是Timeswell在不同的时间段 所以真的荧幕是在对话 因为他们中间都有内容 我不知道后头操控他们的AI是不是真的在对话 对就这个时候那千万就大家再往前思考 就特别像小时候我们看哈利波特的那个 受浪上面很多很多的会 油画在相互的聊天啊 在在对话在在沟通就有点像那种那样的一个感觉 像就是我觉得就又回到说有些科幻小说 他会给你一些很多的这种一些灵感吧 对当然就这是就从Vegas那样的一个 说回来又说从Vegas 它离洛杉矶很近 然后Vegas是这样的一个能承载 多元的一个人流特殊性聚集的一个地方 就这里我会说到说到一个叫 汇集文化流动性 就一个城市它的一个功能叫汇集文化流动性 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洛杉矶啊Vegas啊 Las Vegas都具备 包括纽约 像Miami都是这样的 包括香港啊 像国内的就是上海北京啊 对然后上海又是一个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作为东方 这就是大陆的这样的一个 如此能就是接受多人文化的一个特殊性的城市 所以我说也是这为什么我会选择在上海 对去settle我的一些创作的地方 对 因为我相信就为什么说叫文化流动性 因为首先就金融流动性文化流动性 还有等等就不同各种各样的liquidity 它代表了你它背后像它都会有人 人们的无论是你的做交易 trading 还是说你在我在看一个展览 我们人认识到这个作品被接受 人在看到新事物的过程中 它都会有一个 就会回归到量子力学的一个可以解释的一个场面 就是我在对它作用 我作用于交易 我作用于我人在观察在交易作用 还是我在人在观察这个文明的时候 它都会反作用于我们人类 或者反作用于这个location 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气息和气场 对 这可能是一个就发散的有点远 就说到这样的一个点吧 对 哇 你这样我要特别留意我去每一个城市的时候 我这 你刚才提的时候我就想到安曼 就是在约旦最近才去一个又有古城又有现在非常流动的 就是就是你知道街这个路路上是没有画那个交通的线道的 然后所有车子聚集啊 8888那种非常的 chaotic 然后又中间又有自然的秩序啊 哈哈哈 那就是它的一个文化城市的这个特质啊 不过我们先回到我们这个我们的你的反思话题吧 因为你提到你有一个作品也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你在研究那个马斯克的人生轨迹的一个天马行空的项目 嗯 这是什么 哦对对 那这个是一个其实上我从很大概从最早是一五 一四就一五年吧就大概一一几具体我记不清的时候 就我当时就看到Elon Musk做了一些事情吧 当时他最早是源于他叫the boring company 哈哈哈 就是研究 对对对对 对那个地底交通隧道 他们叫无聊公司 哈哈哈 无聊公司 对就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被他就所catch到 一下被catch住了 然后他又做了SpaceX啊 又Tesla等等 就最早 可是我是对Elon Musk的认知就是 因为我可能对他的一个认知就是他也不局限于 只是一个企业家一个创业者 发明家 他是一个 在我眼里他是一个 能把所有的 世间万物 就所有科技啊 艺术啊 金融 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艺术创造体 对 所以他的东西就他的所有的企业他做的发明创造啊 科技的东西都是具有一种叫人类美学或者叫一种精神美感 就是你看他的东西就会被就是被打动的一种 就不会说像做一个 当然就他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主题 并不是所有人做都能成功 可能很多人做都是失败 但我只是说对对他本人啊 还有对他的那种个人的习惯啊经验 包括研究了他早期从南非到加拿大再到北美的一个整个经历就是去关注他 然后然后包括21年的1月份我参与了他在就当时NFT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当时参与了他一场就是他的一个推特关于NFT的一个拍卖 就是他把他自己的他发了一个音乐的NFT 然后他把他这条NFT拍卖的行为就把他这条推特作为一个NFT拍卖的一个行为 然后拍卖再做一个NFT就是他就是当时就我受触动的一点就是他很早就认知到了NFT不是一个PFP 嗯不单单的简单的一个数字资产他而是对一种关系的一个诠释 就他一个行为的诠释 然后呢后来但当时这个事情我当时也参与拍卖了 然后那个拍卖记录也依旧在他那个推特的那个NFT拍卖的记录里面 然后当时的第一的top bidder是那个paradom 然后我当时是第二个的second bidder的price 当时是99万.99就有美金嘛 然后后来他cancel了这场拍卖 对因为他觉得这个可能觉得时机或什么不是很成熟啊 或者他有他的思考吧 对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存在的 从同一个链上记录来讲的话跟他很近的一次 然后包括之后我有一些收藏 对就因为我个人本身就也也买当代艺术的一些作品嘛 然后我的收藏的就是我的体系收藏体系是会收藏 关于描绕科技内容的一些或者是科技发展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当时像买了孙艺田的他有一件画了一个叫Gaea的一件 宇宙人的一件油画那个油画加上作品 后来我还买了一件是一个叫欧洲的一个艺术家 他他做了一件他画了当时Elon Musk在Cybertrunk发布的时候的一个 场景的一个描绘就是他当时发布的时候 他用他的鸡蛋去砸他的那个那个车的防弹玻璃 结果一砸砸碎了嘛 哈哈哈哈那个那个的新闻效应更大 哈哈对对那个moment 对然后就后来他又就取消了他这个Cybertrunk的所有的发布 他觉得整个的坦克的这个就他的那个呃 防弹玻璃被巨蛋打碎很有很有那个impact 嗯对对对就我是想要是在做所有跟科技相关这种收藏 包括那个跟科技跟货币的这种收藏体系 就想要是比较能反映就像我的生活经验 我的审美喜好或者说或者说我所关注的一些这种内容吧 一些thing然后能跟我的收藏就是当然这边就说到收藏就说远 就是我我又会去做所有比如说所有的当代艺术艺术 艺术家因为艺术家一般是他们会做一些源于生活高与生活的东西嘛 然后他们对inomask的一些思考 然后对就我是在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包含了对inomask 现过去啊所有的到未来的一些research 但可能因为cherry也有很多人会做这样的research 但我会更多关注于他的艺术性或者他的审美体现的一些 他的美学的一些东西就是他发spacex的火箭 他中间每个火箭的一些形象他们的一些特点啊 或者说他之后在星链上他怎么的一个布局啊 他的星链的布局的因为他因为美国现在还有很多app 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应用 是可以看到每一个卫星的一些他的全貌的 我会去看你会去追踪这个是吧 这个倒挺有意思啊 我会去追踪他的星链的他每一个卫星 他什么时候发卫星了 然后他每天都会给我推送 他什么时候又发了一颗卫星去布局他的网络啊 什么什么的就是我会通过这样的一些detail去做 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很 我就这个项目里面发散出了很多的一些小的项目啊 对然后这个对当然我现在也在找一些 就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人 可以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些research研究 哇有这样角度去看 本身又变成一个一个艺术项目 然后也可能会有NFT作为所谓的成品 或者是其他可能发展出来的成品是吗 对因为这个事情他更多是像一种非盈利的一个 关乎于就是Elon Musk他的一些美学的想象力吧 或者美学的一些创造力的一些研究 对因为像现在AI普及AI盛行的年代 我觉得人类应该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去把我们的经验 精力有力去和想象力进行一个结合 对因为AI它更像是一个目前的阶段的AI 它像GPT啊 它更多是一个生产力的一种高效的体现吧 它能就是帮助人类去提升自己的工作的效率 然后像本身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它现在的作用 但是我们究竟怎么样去确定我们就是围绕着我们是以人为主体的这么一个世界 对那我们确实上是需要一些更多的能跨越时代的想象力的一些延展的结果 对那确实上是需要有这些的一些research 能帮助我们就引发一些思考 对 所以情感啊人啊变成主体就就有更有人类美学的感受啊 哈哈哈 对对可能说的有点骗人 我就 没有很有意思就从这个角度它本身也是一个人类历史文化的记录 我刚就忍不住去看了一下Jack Dorsey 也就是推特自己的创办人 他的首篇推文我那时候不是200多万吗291万 结果是Oracle的CEO去买的 所以就有另外一个科技的艺术的认可者去买那个产品啊 蛮有意思 嗯 对对就这个里面就都是 呃他们之间的每一每一个moment都会变得能就是能作用于影响于后面的很多的世界 进程吧 对 嗯 包括像红山美国当时在发了他们最早开卖 就他们当时投资YouTube的04年投资YouTube的投资备忘录的NFT嘛 然后也是当时我们也是有参与 但后来当时就被那个叫Punksy那个NFT厂家给拍走了 对他当时花了200个以太坊吧拍走了 对对 所以从你那里可以听到许多这样的故事 哈哈哈 就很多人在做一个事后会跨就是换改变历史的那个moment 他把它变成一个NFT在早期 虽然我们现在很多看不出来 嗯 对对 所以其实你还有一件事情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刚刚聊到你提到说我们不只有通证经济 将来还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通证学啊对吧 从Tokenomics到Tokenology 这个A16Z最近提出来的这个个人主权的方方面 对他这边是因为最近是A16Z说了那个原来的Tokenomics只是关注在经济金融层面或者是一个基本的代币 他们叫代币经济学嘛 但其实上因为Token它伟大之处在于它是因为这个里面就有NFT的作用 就是NFT它可以承载不单单只是金融经济的一些玩法 它能承载游戏的世界观 它能承载像刚才的行为学和服务 它还能承载就最基本的像所有的视觉层面的东西 所以它就是一个H2Z它是发生文章它是有标准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就是说法 就是它提升到升华到或者扩充到一个叫Technology的这样的一个词 然后这个词呢就是我的一个就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上来讲 因为都在最早他们就是很多OG啊他们还有人都在说那个主权个人啊 或者说最近像AI出来以后就是就是叫超级个体吧 那像这个里面就它有一个会关乎叫个人的代币经济学 叫个人主权代币经济体系代币就是叫通正经济体系吧 对然后像就是之前有曾经在美国的海外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文章探讨过 包括像Will Shark它是一个NFT的巨经 它会把它自己的NFT的收藏和它的整个的它发平个人的token 进行一个价格的锚定一个绑定 当然这个就是叫个人代币通正经济 个人代币通正就是学它里面可能能承载的是更多的一些维度的数据 或者说承载更多的一些关系就关乎于个人的关系在里面 因为像就中国这几年抖音自媒体或者KOL或者说这种等等的发展 日趋壮大 然后已经可以形成一种叫个人IP的融资模式 比如说你一个人你在某个领域你一些影响力 比如说像老罗或者像欧永浩或者像等等的一些明星 他们都前往是他们是在做一个叫个人IP的公司 然后有个人IP公司去社会上机构融资 然后他们共同去享受它的一个变现 前往这个在中就可能像我们刚才有说在一些 就是比较繁荣的市场里面他们已经论证成功了 然后你可能一个人你的未来你的你的卖货 或者说你的音乐就你像很早存在像音乐的发行 就跟MCN公司的这种经济关系 你的音乐的版权的收益 或者说到之后你的艺术家 你的投资你艺术家也好 你的艺术家作品也是这种你个人IP的变现的模式 只不过之后这种模式它会可以被照搬到 我个人的观点它是可以被照搬到一个叫 identity的一个token knowledge 就是我的个人的代就是经济体系 我通证体系 我可以被分成很多的part 然后我的不同part 然后可以享受我的这个通证的融资啊 或者说我真正的年轻在比如说缺钱的时候 然后我去融然后我为我今后的一个reputation 去这样一个行为的买单 或者说我比如说我特别看好一个人 我就想去投他对吧 那我实际上我没有投资途径 我或者说我简单的帮他我却收获不到结果 这样他能解决很多这样的痛点 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在一个更自由的经济体系里面 或者说token 像token knowledge 它是可以通过就是合约的限定去把这个所有的经济模型 给他呈现的很清晰 然后能界定我里面的一些反射啊 关系啊都能给他就是做的很模块化很自由化 所以这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当然这个我也希望 因为这个这也是我很想做的一个项目啊 对一个项目的一个方向 对还有兴趣的话 对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 因为可能我个人会把我自己也作为一个实验品 去尝试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把博涵作为一个个人 然后他科技是他的一部分 艺术家是他的一部分 金融家创业家也是他的一部分 然后这样的话整体你的这个通证 就individual就博涵的tokenology 会是一个作品 对对这也是我的一个作品 对这个说到作品和产品的一个 这种模糊的边界感 然后先从这个马斯克人生轨迹的这个项目作品来推出 所以听各位知道 为什么我会说博涵更像一个哲学家吗 你听他的反思 可以可以对他是目前这个 在做的科技AI 然后跨学科的艺术的不断的整合跟创造 然后很期待你在上海虹桥的一个studio 看看有机会去拜访 另外你有没有call to action 就我们的听友听了好多 他们可能原先没有想象到的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科技 来看这个通证学等等 你要给他们什么call to action的建议 或者是交换 建议我觉得是 就是可以现在的阶段 多学习吧 对多去多学习 就是多去多去爱吧 对就是多去做一些AI做不了的事情 然后一定是找到就找到价值观 世界观相同的人 因为我发现就是爱这个事情 就它是一个最终真的是能 拯救人类的一个事情 爱就是你发自内心 发自本心的去帮助别人 就你如果用经常用爱的一种 利他主义的视角去思考去行事 就是不是想着从别人那里 就不是以割韭菜的思维去做事情的话 就你的运气真的会变得好 就是相信量子 纠缠 他会通过粒子 他会通过各种层面的这种作用力 反馈就是回馈于 所以我觉得就多用 也不能说用爱发电吧 就是多去发善行 多去爱一些身边的人和事情 然后珍惜当下 对 然后如果大家有好的想法 或有好的思路 我也愿意跟大家多去交流吧 或者说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嗯 好哦 你是这个 你的这个建议也是与众不同的建议 然后从利他角度多去爱 然后你的作用力反馈 所以真是一个哲学家 听有吧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那当然你也可以追踪 博涵他的网站上头 比如说什么时候Burning Man会发生 什么时候他会去 或者是他在这个 Individual Tokenology上头 还有这个马斯克的这个作品的进度到哪里 同时在show note里头 你也会看到他的twitter handle 所以今天其实 我还觉得是好像一个哲学对谈耶 博涵 很有意思 除了科技 除了这个艺术的角度 不过我发现你很多事情 的确是从艺术那个视角先行耶 对不对 看的东西 嗯 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因为我也很难现在去解释 我的这个艺术视角 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吧 那它确实是一个能去尝试 就是 就它也就是一种视角 就是它也可以这么样去做的一个观点 去看很多东西 这个很难学 其他的可能比较容易学 这个就是那种难学的地方 嗯 那可能这也是一个比较怪的 就我个人比较古怪的一个点吧 嗯 好啊 你就保留你的古怪点 我们就多关注你 然后有机会再 其实后续如果你的那个马斯克的项目出来 我们可不可以再好好的去谈一下这个项目 好呀好呀 对我这个我也有关系 好 就是更多交流啊 嗯 沟通 嗯 嗯 对 也欢迎这个有同样兴趣的人去找博函啊 因为这的确是真的很 就比较先行 那今天我们谢谢听友的陪伴啊 跟着我们一起沉思 然后一起探索 除了AI之外 人类还有哪些东西啊 这个美感 人类的美学精神美感 还蛮有艺术观察性的哦 好啊 谢谢大家 嗯 谢谢博函 嗯 期待后会 对 对 跟大家说拜拜 嗯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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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